14号 张女士去湖州长兴的南太湖海洋公园玩 不小心在厕所里面摔了一跤 左脚骨折了 15号 她带着儿子女儿在海洋公园门口待了一个晚上 16号中午 记者来到湖州长兴南太湖海洋公园门口时 张女士还坐在门口 可以看到她左脚脚跟的位置缠着纱布 张女士说 她是15号坐到门口来的 张女士说 她们一家子14号中午到海洋公园来玩 现在老公已经提前回去处理事情 自己带着儿子和女儿 我怀里坐了一个晚上 事情还要从14号那次摔跤说起 当时张女士在海洋公园里面玩 自己去上完厕所出来 不小心摔了 看那里有个台阶很高的 我就从那里划一脚一下子摔下去了 这个膝盖这里 这个脚底 这个脚一下子挽下去 这个骨折掉 她应该是在这个位置 这个坑位 然后出来的时候 第一个台阶她看到 第二个台阶她踩了个空 她当时手机拿在手上 但是我不知道她是不是玩手机还是什么的 这个我们就不清楚了 她跟我们讲的 地上有水吗 没有水 很干的 有没有脚踩空 我脚没有踩空 手机有拿手机的 没有 湖州南太湖海洋公园 这个厕所的台阶高度 大概在13.5厘米左右 陆经理说 小心台阶是后来贴上去的 事情发生后 他们第一时间就赶了过来 给张女士做了应急措施 并叫了120把张女士送去医院 医院检查出来 左外脚边骨折 医生的建议是 不用住院 回家休养就行 张女士说 15号他们去派出所协调过 她不同意协调方案 变掉了 有什么内容啊 好像说这个责任是我的 是我的原因造成的 他们没责任 你觉得当时摔倒是他们的责任 不是 我也有责任 她也有责任 现在呢 我的意思是说 比方说 医疗费呢 或者我出 或者她出 都好商量 而不是说 你给我3000块钱解决掉 我的护工费 让她给我请人的费用 她来承担 就是你们 我们垫付给他们3000块钱嘛 这不是解款嘛 他们是同路人 先回去治疗 治疗以后呢 跟她老公约定 我们大概以三个月为期嘛 伤筋动骨100天嘛 三个月为期 你到9月15号 10月15号 把当地医院的诊断报告给我们一下 然后你们负责把所有的单济评证 全部都保管好 因为到时候我们是走保险流程的嘛 这个很正常嘛 她老公也没有以前说可以的 然后她如果万一说还有 还有那个那个 有操支很厉害的部分 那么我们再进行一个协商也可以 死老板说 张女士后来坐到门口 他们也没有不管不顾 她去超市给张女士买了吃的东西 后来也提出 给张女士他们订个房间 但张女士没同意 经过沟通 张女士同意 再去派出所调解一次 海洋公园的员工 合力把张女士推到了一楼 并推上车 后来海洋公园方面反馈 双方已经协调一致 要不要把黄金眼气助报道 关注188黄金眼 看百态人间事